自圆与自创处理 自圆阵列的宣告与存取 Part A 在自圆阵列的宣告与存取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将跟各位陆续介绍下面几个概念 首先跟各位介绍的是 自圆阵列的宣告与存取 再来介绍第二个主题是 输入包括空白自圆的自创 比如说欧美国家的人士 他们的姓氏跟名字之间 常常会有一个空白自圆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如何处理 就会在这个单元当中跟各位介绍 接下来第三个部分是 介绍输入单一一个自圆 再来第四个部分是要处理交替输入资料形态的错误 也就是在我们输入资料的同时 有时候第一笔资料是输入自串 第二笔资料是输入自圆 往往这样子交替输入的时候 会有一些错误的情况发生 在这一边将跟各位介绍如何来处理这些错误的状况 最后我们将跟各位介绍西语言形态的自串阵列 也就是我们这一个章节的自圆阵列的部分 首先跟各位介绍自圆阵列的宣告与存取方法 自圆阵列的宣告与存取 自圆变数只能够储存一个自圆资料 所以我们现在假如想要存放两个以上的自圆的话 也就是一般所谓提到的自串 这时候就必须以自圆阵列来处理了 在西语言里面是以自圆阵列来处理自串的 所以自圆阵列又称为西形态自串 在西语言当中并没有提供自串的资料形态 但是我们可以使用自圆阵列来组成这些自串资料 假如我们要处理自圆阵数的话 那么这个自圆阵数的资料前后 我们必须要以两个单银号把它框起来 而自串常数是用两个双银号来把它框起来 假如要使用自串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character这个关键字来宣告自圆阵列 然后这个自圆阵列的名称就可以视为自串来使用了 接下来跟各位介绍资源阵列的宣告格式 一开始我们可以使用ch-ar就是character的缩写 来宣告这个阵列名称 在阵列名称的后面 我们可以再加上一个中发号里面所设定的就是阵列的大小 假如说这个资源阵列有它的初始值的话 我们还可以在它的右手边再加上这个自串常数的内容 比如说character str刮呼10 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将宣告长度为10的资源阵列 这个阵列名称就是str 假如我们在宣告资源阵列的时候 也想一并设定这个阵列的初始值的话 那么在阵列名称后面的中发号里面的数字 我们是可以把它省略的 因为编译器会自动按照自串的大小来配置适当的记忆体空间 假如我们要把自串储存在资源阵列当中的话 还必须在自串的最后面再加上一个反斜线0 就是Nord资源当成这个自串的结束资源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首先我们宣告了一个资源阵列str 然后这个自串的长度是10 不过这个str阵列只能够储存9个资源的自串常数而已 因为最后一个资源的话 我们要保留给结束资源 反斜线0Nord资源来使用 假如我们是经由单引号来设定资源阵列的资料的话 那么就必须在资源资料的最后面再加上结束资源 就是反斜线0这个Nord资源 假如我们采用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以双引号来设定资源阵列的初始值的话 那么这时候编译器会自动在这个自串的结尾处 自动加上Nord资源 我们现在分别使用单引号跟双引号这两种方法 分别来设定str1这个资源阵列 以及str2这个资源阵列的内容 首先我们看到画面上方 我们先宣告了一个str1资源阵列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str1字串的内容 把它设定成Hello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每一个资源前后都必须加上单引号 然后每一个资源之间用多号来把它们区隔开来 在这个Hello字串的最后面 就是进探号的后面 我们必须还要再加上一个结束资源 就是Nord反斜线0 接下来请大家看到画面下方的部分 同样的我们宣告了一个str2这个资源阵列 然后我们把str2这个资源阵列的内容 一样的把它设定成Hello 然后再加上一个清单号 然后这个时候 便利器会自动的在str2的最后面 加上一个结束资源 不需要程式设计者手动的把它加上去 接下来我们分别来查询一下 利用这两种方法去设定str1跟str2这两个资源阵列的内容 它们所占用的机体 程式的第一行跟第二行是分别使用单引号跟双引号 去设定这个str1跟str2这两个资源阵列的内容 请大家注意一下 在第一种方法也就是使用单引号设定资源阵列的内容的时候 必须手动的在这个字串的最后面 加上反斜线0这个Nord的结束资源 请大家看到白色字体的部分 第三行我们直接把str1所占用的记忆体空间 把它显示出来 这时候我们可以藉由sizeof这个函式去呈现str1所占用的记忆体空间 在程式的第四行我们就直接用cout这个物件 把str1的内容把它呈现出来 在程式倒数第二行的地方 一样的我们使用sizeof这个函式 把str2这个资源阵列所占用的记忆体空间把它显示出来 程式的最后一行用cout这个物件 把str2这个资源阵列的内容把它显示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执行的结果 执行的结果看起来 str1跟str2它们所占用的记忆体空间都是7个byte 然后str1跟str2的内容都是Hello侵探号 这一边再提醒一次 由两个单元号所包围起来的叫做资源参数 比如说小写的A前后各加上一个单元号 再加上一个结束资源 我们接下来以这一个程式来跟各位介绍 资源资料以及自算资料的差异 程式的第一行我们宣告了一个CH变数 它是属于资源的资料形态 然后CH变数的内容就是小写的字母A 在设定资源形态的变数内容的时候 必须要在这个资源的前后各加上一个单元号 然后在程式的第二行的地方 我们宣告了一个str资源阵列 这个资源阵列的内容一样是一个小写的字母A 在这个地方我们把小写字母A的前后各加上一个双引号 以这个方法直接来设定str资源阵列的初始内容 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分别使用sizeof的函式 来分别显示CH资源变数 它所占用的记忆体容量 以及str这一个资源阵列 它所占用的记忆体容量 来看一下这个执行的结果 CH这个变数内容是资源A 然后它所占用的记忆体容量是一个byte 接下来str资源阵列的话 它的内容一样是一个小写字母A 不过它所占用的记忆体容量却是两个byte 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str资源阵列 它的内容除了小写的字母A之外 变异器还会在小写的字母A后面再加上一个nor结束资源 所以说str这个资源阵列所占用的记忆体容量就会是两个byte 参考资料 程式设计实习 由全华出版社所出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